本赛季中超联赛还剩下最后五轮就将收官,对于联赛老牌竞旅上海生花来说,今年球队赛事又白晚为一个赛季,上轮生花课场击败重庆后,基本来到了33分,可以说在经历了一个失败的赛季后, 今年生花已经彻底保级无忧了,虽然生花今年联赛成绩不佳,但是球队却收获了多名U23球员,无论是刘若凡,朱晨杰,徐柳刚,还是被朱晨停赛,一年的周旧成绩年都表现得可圈可点,可以说在吴金贵指导的大力栽培下,明年这些球员都有机会获得更多的出现机会,甚至是机身主力阵容。 不过,由于球队年期球员的异军突起,生花很有可能刮起青春风暴,对内的一些老球员出场,是必会被大大的缩减,特别是球队有意培养牛肉班和徐柳刚这些球员。 所以作为今年无尽贵新典之人,生花逐渐的前国脚荣耗在联赛结束后,重返恒大或已成定局。 其实今年下窗开启后,荣耗一度返回恒大训练,最终生花还是通过多棒努力把荣耗留在队中,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恒大似乎,对于荣耗还是很看重。 而且恒大左后卫的替补减正状态一直很一般,所以今年在生花发挥出色,对荣耗很有可能被召回。 而即便生花想继续留下荣耗,或许他们还是需要支付一大笔资金给恒大。 如果这样倒不如其用队内的年轻球员,生花也可以把目光放长远一点。 当年轻球员逐渐成熟起来后,或许球队就到了生活季节,也可以向连赛冠军发起冲击。 当然,荣耗如果离开生花,但又怕重返恒大后又重走之前的老路,在恒大一直坐冷板凳,他也可以选择去其他球队寻找机会。 毕竟荣耗明年才满32周岁,只要他可以放低身段,在中超找到一支可以保证主力的球队不会太难。 而且他的家乡球员武汉卓尔明年冲超,只要他想为离开效力,或许去卓尔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 无论怎样,希望明年可以继续在中超赛场上,看到荣耗的精彩表现。